大家好,这款巧克力布朗尼呢 它是燕麦和香蕉的结合 还加上放了一些核桃 因为有了燕麦的时候 放的是粗燕麦 所以它吃起来 摇向起来有一种QQ的感觉 然后呢,Cotan的感觉 然后还有核桃的香味 再加上很非常浓郁的香蕉的香味 白巧克力还有可可的风味也非常浓郁 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好吃一款布朗尼 比较粗旷一点的布朗尼 下面我就把我做的这款布朗尼的过程 分享给大家 家里面老公买的辣 这个香蕉买多了 但是香蕉含糖量又比较高 我就不主张 我也不敢多吃 我也建议他不要多吃 然后现在就是 吃了这个速度就跟不上香蕉的熟的程度 但正好这个香蕉就可以 我就想做浓浓香蕉味的香蕉 燕麦香蕉布朗尼 这是250克的燕麦片 这个燕麦片比较硬一点的燕麦片 这不是快速的燕麦片 这是需要煮的 这是250克的温牛奶 把它拌匀 然后将它静止一下 好 现在香蕉 两个香蕉放到脚盆机里面 两个香蕉 然后70克的糖 两个鸡蛋 三个鸡蛋 因为我这个容器比较大 要三个鸡蛋 三个鸡蛋 三十克的泡打粉 用三十克的核酸粉 十克的泡打粉 好 现在放到鸡蛋 把它搅和一下 这搅的差不多了 后来我就要把这个燕麦片放进去搅一下 为什么现在放燕麦片呢 因为我不想这个燕麦片太细 粗粗搅一下 要让它吃起来的有点比较粗糙的感觉 不是很细腻的那种 我现在再把鸡蛋放进去搅打一下 现在再加上融化的黄油80克 再把它搅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就到这个烤盘盘里面 这个烤盘已经抹了黄油了 就把它倒进来 然后呢 我要开始做这个表面上的那层 大力是纹 先把这个香蕉 这两个香蕉压碎 先把它的香蕉是非常浓郁的香蕉味 好 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是100克就够了 但是我这一袋是120克 我就还是都放进去算了 免得都放到袋子里面 放到冰箱里面 忘记了 所以最后浪费的 然后这个大概是30到40克的牛奶 我把它熬化 好 先把核桃仁 烤过的核桃仁 先把这个香蕉倒到这里面 然后把这融化的巧克力酱呢 白巧克力 再和香蕉混合 我觉得我牛奶放多了一点 但是也没办法了 等一下再调整一下配方 然后把这个酱呢 就要浇上去 再化一下死 好 现在就可以放到烤箱里面 烤180度 烤40到45分钟 好 我烤了50分钟 就烤好了 因为为什么50分钟 按照你45分钟就可以 因为我这个水分比较多了一点 特别是这个中间这个水分 等一下我们再总结一下 就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那现在呢就把它切一下 切割一下 稍微厚了一点 所以我要切小一点的块 role of the oil 麦麦 布朗尼 就做好了 我总结一下就是 这水分应该要减大概30克 那个牛奶就不应该加那个牛奶 和香蕉就表面上那层和香蕉混合的牛奶 不应该加牛奶 就只是巧克力和那个香蕉 因为香蕉有水分 巧克力那个香蕉把它搅拢了以后 加热再把巧克力放上去 要去混合 混合以后可以浇上去 也可以最后烤好了以后 再把它浇了这个表面上去 这样子就 因为巧克力和香蕉混合已经熟了 所以浇到表面上以后 效果会好很多 这样子就看不出那种大力室温 因为它那个水分 这个牛奶的比重太重了 它就浸下去了 如果是奶油会好很多 所以如果是不要奶油也好 如果是要奶油的话 你就只喝白巧克力 就不要放香蕉了 如果要放香蕉了 就不要放奶油 也不要放牛奶 就和巧克力混合起来 最多再加一点黄油 然后烤好了以后 浇上面 上面奶白上的一层 那就会看得很好看很多 这个就是今天考出来的一个总结 我会把这个配方调整一下 放到后面 给大家说明里面 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的收看 但是我还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它的这个水 它这个水分还是比较足 就是达到我想要的一种结果 就比较比较实软的一种效果 香蕉燕麦 巧克力 布朗尼 布朗尼 布朗尼